台媒报汪小飞出轨十锤,婚内出轨十多位女性,大S离婚离对了,饮烟。 大S、聚敬业和汪小飞这三个人堪称狗血家庭伦理连续剧,从去年到现在一直挂在热搜上,已经成了台媒的流量密码了。 这波汪小飞又双弱卓上热搜了。 台媒娱乐记者葛思奇闷身干大事,直接在社交平台上甩出两张照片。 照片中的两人正是汪小飞和绯闻对象张颖颖,动作十分亲密。 张颖颖舞蹈演员出身,长相没什么辨识度,也出演过不温不火的电视剧。 虽然是十八线明星版,不少网友吃错瓜,还以为是歌手张亮颖呢。 看背景应该是KTV,拍到张颖颖都是正面照,虽然没有拍到汪小飞正脸,但从背影和身形来看,就是汪小飞无疑。 照片里,汪小飞似乎喝醉了,瘫在张颖颖身上,只见张颖颖琴拍汪小飞的脸,似乎在安慰她的情绪。 而另外一张照片就有点不雅观了,张颖颖似乎喝醉了,半躺在沙发上。 汪小飞紧紧搂住张颖颖,整个人都贴上去了,腰间的坠肉也一览无余,而且还有更劲爆的。 据格斯奇透露,汪小飞可能婚礼出轨不止一位,有正面照的就有五位,而没有照片的爆料就有十几位。 格斯奇声称,有一道弊命的证据,照片信息量很大,比较接近性的东西,不是一句只是朋友就能搪塞过去的。 他还爆料拍到汪小飞时,身边不止一位女性。 汪小飞真玩的开啊,此前张颖就对狗仔劈头造谣,于是格斯奇直接正面回抢张颖,如果张颖要正面照,没问题,24小时内奉上。 自从大S和汪小飞离婚之后,火速闪婚,初恋男友聚敬业,舆论几乎都是偏向汪小飞的。 3月28日,聚敬业和大S官宣结婚20天后,在台湾水完成了结婚登记,拿到了属于他们的婚姻凭证。 聚敬业官宣婚姓的第二天,就踏上前往中国台湾的航班,去追行20年未见的新婚妻子。 10天的酒店隔离期,加上一周的自主管理期,经历了漫长的舆论的聚敬业和大S,终于把手续办完了。 据媒体报道称,聚敬业和大S原本打算在28日当天,亲自去民政部门登记,和很多情侣一样,以此来纪念这特殊的一天。 奈何媒体记者提前得知消息后,一直蹲守在大S家的豪宅和信义区护证事务所的门口。 于是聚敬业和大S临时改变计划,委托代理人前往办理了结婚登记。 舆论不断发酵后,大S方面很快发布了声明,证实徐希元和聚敬业已于28日当天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。 同时,大S方面还披露了,聚敬业和大S在韩国登记的日期为2月8日,还表示夫妻二人以后仍会以2月8日作为彼此的结婚纪念日。 大S和聚敬业办理完结婚手续后,遁守在他家门口的媒体记者迟迟不肯散去,仍希望能捕捉到这对新婚夫妇合体的画面。 对此工作室发文表示,大S和聚敬业这两天暂时没有出门的计划,叮嘱媒体们安心回去休息。 大S和聚敬业在韩国登记的具体日期出路后,围绕在他和汪小飞聚敬业之间的谜题也终于要解开了。 大S和汪小飞官宣离婚的日期是2021年11月22日。 大S与聚敬业在韩国登记的日期是2022年2月8日,一共相差78天。 而在韩国办理委托婚姻登记,时间最短也要45到95天。 大S从中国台湾将手续递到韩国,时间可能会更久。 按照时间线往回倒推,确实是大S这边刚和汪小飞官宣离婚,聚敬业便找到20年前的旧电话进行联系。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,聚敬业这边其实没打了几次电话就进行求婚。 一求婚,大S这边就答应,速度之快确实无人能及。 也就是说,大S与聚敬业这段感情几乎是无缝衔接,没有任何缓冲的时间。 也有人提出质疑,一段没有见面的感情为何会发展得如此迅速,会不会存在另一种可能呢?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,2021年6月份,大S曾通过媒体单方面宣布和汪小飞离婚。 当时大S的母亲也曾极力反对,另一位当事人汪小飞更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离婚。 面对妻子突然提出的离婚,汪小飞赶紧通过社交平台发声表白大S,直言在所有亲人中老婆永远是第一位。 因为正是离婚前的这个小插曲,有人猜测大S和聚敬业可能很早就有联系。 在大S和聚敬业结婚的消息还未传出时,汪小飞这边也卷入了与张盈盈的绯闻。 针对以上的两个传闻,汪小飞曾给出过回应,她再次强调她和徐希元是和平离婚,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 在张兰汪小飞摸资量的引导下,很多网友认为大S和汪小飞离婚可能是立场原因。 与此同时,汪小飞还多了个爱国人设。 大S之兵和聚敬业像是演偶像剧一样,各种浪漫情节轮番上演。 汪小飞忙着搞事业开店直播带货,只是离婚喜马刚结束,网友们以为已经结束了,汪小飞婚内出轨的爆料就来了。 说是汪小飞婚内出轨张盈盈被拍到一起做核酸,同回汪小飞家中疑似同居。 又是被福尔摩斯网友发现,张盈盈直播截图里的窗帘和汪小飞夹得一模一样。 一锤不够就再来一锤。 汪小飞在社交平台上晒出野餐照,戴着墨镜抽着烟,毫不惬意。 不知道是不是和张盈盈没商量好,张盈盈也晒出了野餐照,和汪小飞的照片相似度99%,一样的树木背景,一样的食盒和杯子,这没话说了吧。 当事人回应也很有意思,汪小飞放律师函,暗示有人造谣,而张蓝直播大骂张盈盈是臭通。 张盈盈回应了一段非主流位很浓文字,留言听听就好了,八卦说说就算了。 看起来很拽的一段文字,还是抄袭杨幂的早年语录。 汪小飞一家一直戏挺足,只要上了热搜就直播带货,张蓝也不必装作和张盈盈不熟。 去年夏天不是还被拍到和张盈盈同游泰山吗? 如果台媒爆料属实,大安子离婚可可能就是因为汪小飞婚内出轨,难怪让汪小飞找新欢。 有网友表示,这婚离对了。 台媒还爆料,汪小飞给张盈盈买200多万的豪车,还是用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化来的。 这句话可不可以理解为,张盈盈为汪小飞打掉了一个孩子。 不过台媒真的有实质性的证据,倒也不必等24小时,直接甩证据不是更好,莫非又是什么新的营销套路? 只是难为网友了,又要看这部未完待续的狗血剧了。